难怪岳夫人会自尽 你看她被人所辱之时 一旁的灵狐冲做了什么 岳夫人的名字换作宁中泽 因为容貌甚美 慷慨大意 未婚之前有个响亮的外号叫做华山御女 出嫁后 江湖人称宁女侠 岳夫人表里如意 不似岳不群那般虚伪 因此就算是魔教教主任我行 在提及宁中泽的时候都竖起了大拇指 不仅夸她为女中豪杰 更是直言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之上 然而天有菩萨风云 随着辟邪剑谱的横空出世 这一本秘籍立实在江湖里 刮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岳夫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华山派也会被这本秘籍 搅扰得千疮百孔 而自己也被这本秘籍间接害死 书中是这么写的 林狐冲道 是 突然觉得后颈中 有热热的叶枝流下 回过头来 只见岳夫人脸色惨白 吃了一惊 叫道 师娘 师娘 盲站起身来扶住岳夫人时 只见她胸前插了一柄匕手 对准心脏私辱 已然弃绝毙命 林狐冲惊得呆了 张嘴大叫 却一点声音也叫不出来 有的人认为 岳夫人选择自禁 是因为岳夫人自攻练剑 让她无言立足 这才自寻短剑 原来为了觊觎辟邪剑谱 岳夫人破天荒地收了林品之为徒 还顺水退舟 将女儿岳灵山嫁给了她 岳夫人最后如愿以偿地 得到了辟邪剑谱 为了练成这门威力惊人的剑法 岳夫人把心一横 往胯下来了一刀 岳夫人和岳夫人成婚多年 岳夫人身上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 都逃不过岳夫人的眼睛 不过岳夫人得知了真相之后 仍选择了隐忍 可见岳夫人自攻练剑 并不是岳夫人自尽的主要原因 一种说法认为 岳夫人之死和林狐冲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你看岳夫人临终前 在和林狐冲说了什么 那时岳夫人接连遭受打击 浑浑噩噩的他失魂落魄 在客栈里喝下一杯茶之后 就不省人事 原来那杯茶被魔教中人放了迷药 书中是这么学的 葛长老一了一声 显示惊喜交集 到三三 拿到了岳夫人的老婆 林狐冲致惊非同小可 立即便欲扑出旧人 但随即忌弃身上没带剑 他手无常见 武功变不敌 寻常高手 心瞎暗着急 呼听葛长老笑道 岳夫人年纪已经不小 他老婆居然还是这么年轻貌美 葛长老笑得甚是猥胁 忍不住探头张望 只见这个长老伸出手来 在岳夫人脸颊上拧了一把 岳夫人被点药学 无法反抗 一声也不能出 不难看出 此时药效已过 岳夫人已经苏醒了过来 但苦于学位被点 无法反抗 这才一声都不能出 那人寻味的是 躲在暗处的林狐冲 已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尽收眼底 可他却以一个没带剑作为理由 忍由魔教中人 对岳夫人倾果非礼 尽管岳夫人后来 逃脱了歹人的魔爪 但他回想起 刚才那一段至暗时刻 以及林狐冲的袖手皇冠 就失望透顶 是啊 自己的丈夫自攻恋剑 性情大变 自己的女儿死于非命 撒手人寰 只与自己视如己出的林狐冲 却躲在一旁 犹豫不决 要知道的是 林狐冲早在思过牙的时候 就得了风清扬的教诲 领悟了独孤九剑 无招圣有招大奥义 林狐冲甚至还能画之为剑 点在了田伯光的弹中学上 最终将这个不可一失的 彩花大道点翻在地 如今林狐冲的武功修为 早已筋匪细笔 他即使没有带剑 地上随便失去一根树枝 就能对付这些魔教败类 就算敌众我寡 实力悬殊 眼见自己的至亲被他人锁入 林狐冲也要迎难而上 的确换了郭景 杨过这些主角 他们早就舍身忘死 挺身而出了 加上林狐冲又说了一句话 更是让岳夫人万念俱灰 书中是这么写的 岳夫人道 将来杀林平之为山儿报仇 这件事自然是你去办案了 林狐冲捶泪道 小师妹小师妹 临终之时 求孩儿照料林平之 孩儿不忍伤他之心 一大运了他 这件事 这件事可真为难得及 岳夫人常常叹了口气 道冤孽 冤孽又道 冲儿你以后对人 不可心地太好了 可见 此时的岳夫人 已经有了自尽之念 他临终前想将报仇之事 祝福给林狐冲 没想到林狐冲却以岳灵山的遗言作为推托 回了一句这件事可真为难得及 要知道的是 林狐冲和岳夫人犹如母子一般 岳夫人心里想什么 他应该非常清楚 可林狐冲不但没有察觉到岳夫人的心理变化 还用自己无知的话语 让岳夫人死不瞑目